第2994集 下方 血龙眼瞳收缩 浑身僵硬 斗志瞬间被碾碎 他的心性斗志何等坚韧 但是一看到神罗天剑 血龙几乎崩溃 在剑气笼罩之下 连斗志都被碾碎 这神罗天剑 还有撼动精神的威力 就连血龙都抵挡不住 可想而知 传说中的无上援兵 有多么的恐怖 真是一点剑气杀出 就足以杀灭一切敌人 下若雪焦躯发抖 也是彻底恐惧了 精神深深被影响 仿佛看到自己的身躯 被剑气切割成碎片的画面 啥 玄机月毫不留情 一剑斩杀下去 剑气如电撕裂虚空 这一剑天为浩荡 如太上诸神亲临 党者披靡 血龙斗志丧尸之下 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远处 萧水寒遮天魔地等人 受到神罗天剑的余威席卷 也是心神摇动 震撼不已 特别是萧水寒 心有余悸 如果当初他杀上女皇天公的时候 玄机月拔剑出鞘 那他已经死了 不可能有丝毫存活的机会 幸好 神罗天剑是无上援兵 锋芒太可怕了 以朝一世都会撼动天地规则 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如果不是最后关头 玄机月不会轻易拔剑 否则留下大因果 引起上位者的忌惮 那就大事不妙了 但现在血龙杀了天心间谍 夏若雪这个罪女也在场 他愤怒之下直接拔剑 完全不顾一切 霸道到了极点 天剑神威笼罩四野 只有叶晨拥有轮回血脉 凌驾诸天 精神没有被影响 血龙 若雪 看到血龙和夏若雪命在旦夕 叶晨顿时惊骇 血龙陪伴了他这么久 还有夏若雪 是他极其重要的女人 他绝对不能看着两人出事 玄机月 给我住手 叶晨爆喝一声 横空破杀而出 半炷香的时间还没过去 叶晨浑身筋骨依然剧痛 太上雷杰带来的冲击 还没有消弭 但当此关头 叶晨也不管这么多 强忍着剧痛冲杀而出 横机月听到叶晨的声音 目光泛起冷意 剑气微微一凝 浑身望着叶晨 轮回之主 虽然不知你伪装下的真面目如何 但你是来送死 横机月冷笑起来 一剑在手 仿佛雄霸天下 在他眼中 这一世的轮回之主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你有本事 那便杀了我 主宰剑法 先魔冲天 叶晨目自尽烈 毫不废话 直接拔出洛臣降龙剑 施展出主宰剑法 轩机月的锋芒 实在太可怕了 叶晨的实力 只有区区补天径七层天 完全不是敌手 但这个时候躲避也没用 只能拼死绝杀 才能有一丝生机 紫英千基印浮现 天仙锦里赐福 天魔动明眼开启 叶晨浑身掀魔气息 不断地沸腾着 一缕缕掀气 一缕缕魔气 冉冉升腾而起 竹在剑法直接发动 叶晨晴剑指天 滚滚掀气魔气 从天而降 两尊万丈高的巨人 从叶晨的背后浮现 这两尊巨人 一个头戴平天官 身穿仙袍 为仙道主宰 另一个巨人 则是魔道主宰 浑身魔气滚滚 霸道无匹 为了抗衡旋击月 叶晨直接爆发出 主宰剑法的最强杀招 化身仙魔主宰 仙魔大气运滚滚降临 叶晨的脸庞 半是仙灵飘逸 半是魔微争宁 仙魔不断交织 威严伶俐 你化身仙魔主宰 又有何用 在我的神罗天剑下 逐天万劫 一切种种都是虚妄 给我破 玄机月仰天大笑 不屑一顾 叶晨化身仙魔主宰 气息飙升 伪力之强 甚至足以一指头捏死 使眼镜巅峰的高手 但即便如此 面对玄机月 叶晨依然弱小 就算化身仙魔主宰 也不可能抗衡神罗天剑的锋芒 玄机月懒得废话 简简单单一剑刺出 直指叶晨心脏 这一剑毫无花哨 平平淡淡 但锋芒之灵力 简直是要贯穿 诸天万劫 杀破一切宇宙星空 碾面一切法则存在 根本不是人能够抵挡 主人 血龙大叫一声 目光恐惧 玄机月的实力 实在太可怕了 就算叶晨 主宰剑法 奥义爆发 都不可能匹敌 都要被杀死 十大援兵 献祭 叶晨看着玄机月的一剑 浑身毛骨悚然 感到前所未有的危险 在生死关头 叶晨的精神 也是前所未有的清醒起来 一剑剑大援兵 迅速从叶晨体内飘出 开出夺命剑 两仪龙虎刀 三宝金刚杖 四级震天锤 五行星空环 六合飞雪刃 七星龙胆枪 霸荒狂神戟 九亿落日功 十方杀神功 十大援兵 环绕着叶晨的身躯 一层层的旋转 绽放出滔天的神光 隐约之间 和天地规则共鸣着 发出剧烈的震荡 十大援兵 你居然极齐了 拳击月美眸一缩 十大援兵 全部是上位者铸造 普通人能拿到一剑 已经是天大的气韵 但现在叶晨足足释放出了 十件大援兵 传说中的十大援兵 都在叶晨手中 这是多么恐怖的气韵 全场兵客们 看到十大援兵齐聚 也是相顾骇然 在无数到惊讶的目光中 叶晨将十大援兵 全部献祭了 一件件大援兵 在天地规则 宇宙大道的力量下 迅速融化 演变成一团团亘古 混沌 沧桑 黑情 暴力的能量 环绕在叶晨左右 叶晨张口喷出鲜血 筋骨内脏受到严重的震荡 献祭大援兵 能召集天地宇宙的伟力 但代价是 自己也要受到严重的冲击 献祭大援兵 你怎么还不死 玄绩月突然感到古怪 退后一步 浑身寒毛倒数 大援兵的能量 非同小可 就算献祭一件 都要承受巨大的冲击 如果传说中的 十大援兵全部献祭 就算是还真敬高手 都要瞬间被碾死 不会有丝毫存活的可能 即便是玄绩月 必是天这种高手 如果一瞬间 献祭十大援兵 也要遭受重伤 失去战斗力 但现在 叶辰献祭了十件大援兵 虽然受到冲击 但居然不死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是怎么回事 地室天看到这一幕 也感到无比惊讶 按理说 一下子献祭这么多大援兵 叶辰没有存活的道理 但偏偏叶辰还活着 谁也没有注意到 叶辰的左手 悄悄捏住了一颗血丹 这颗血丹 正是太上血丹 献祭十大援兵的反噬 不断冲击着叶辰的脏腑 叶辰的五脏六腑 不断地爆裂粉碎 但在太上血丹的滋养下 有瞬间恢复 生死覆灭 都在刹那间 哪怕超强的生命力 在这一刻也没有用 在太上血丹的守护下 叶辰硬生生地 承受住了献祭十大援兵的反噬 并没有死去 好 很好 献祭成功了 叶辰看着环绕周身的 一团团能量 目光显出喜色 这一团团能量 每一团都带着宇宙混沌 天地大道的威势 非常恐怖 玄绩月忍不住再退一步 只感到阵阵危险 援兵版千兵豹 给我镇压了 叶辰咬破舌尖 一口鲜血喷洒出去 目光带着必死的决绝 叶辰的鲜血 落在那一团团 混沌能量上 恐怖的爆炸 瞬间爆发 那一团团的能量 都是献祭大援兵引来的 依然带着大援兵的因果 叶辰一手千兵豹 直接引爆 一团团能量汹涌而出 炸向玄机月 当空爆开 一朵朵爆炸 星红的蘑菇云 这亘古的苍凉 冲天而起 九天苍穹 仿佛瞬间被炸碎了 宇宙星空之中 漫天陨式流星雨 一下子消失了 所有人清楚看到 那苍穹里面 一颗颗星辰 全部粉碎 刚刚玄机月拔剑 只是撼动宇宙 震落星辰 但现在 夜晨献祭大援兵 一手千兵豹 居然炸穿了一方世界 并星空崩灭 一颗颗星辰被炸成了碎片 宇宙太空 真的成了太空 什么物质都没有留下 被炸成了虚空 无尽星河尘埃 滚滚从天际暴落 在大道法则的震荡下 发出了悲鸣般的呼啸 演变成了一滴滴血红的雨 铺天盖地地飘洒下来 满天血雨纷纷扬扬 布满了整个地缘殿 大半个地缘殿 在千兵豹的冲击下 沦为了废墟 一片片宫雀 一座座亭台楼阁 一条条山脉 连绵无尽的法阵 一下子崩塌毁灭 千山万鹤之间 传来阵阵的爆炸回音 震荡人的心神 为了今天的屠盛大会 帝渊殿布下了重重禁制 但现在 叶辰一手如此级别的千兵豹 硬生生破掉了珠般禁制 摧毁了帝渊殿 大半个山门 这就是轮回之主的实力嘛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彻底震惊了 甚至有不少人 害怕地跪了下去 叶辰以补天境之躯 引爆十大援兵 居然炸毁了大半个帝渊殿 这手段堪称通天 好 太好了 轮回之主果然非同凡响 地势天目光一缩 看到帝渊殿大半积夜 被彻底摧毁 他非但没有惊慌愤怒 反而一脸欣喜 心血激动 因为这么恐怖的爆炸 就算是玄机月 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如果玄机月受伤 那他要发动心魔审判 就无人阻挡了 重心深刻一拔 异态 似处 才rese 仍然炸毁 叶忿